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赚钱要有方法有依据 再来大家我们思考一个问题 赚钱必须要有什么 来到今天来股市 不管你操作旗帜买卖股票 获利获利获利的关键 来群同学认真看一下 这是张老师四十多年来的心血 第一你必须要有什么 专业专业专业的什么 专业的依据嘛 第二你必须要有专业专业的策略 再来第三点最重要 第三点也是90%以上的投资人所没有的 你必须要有什么 专业的工具 来群同学好好思考一下 什么是专业工具 常常很多人 哎呀这个老师好准了 我跟他 哎呀操作多空 好神哦 学技术分析学了半天 很简单 今天不管你学什么技术分析啊跟什么 那我请问你多空的依据是什么 很多人学了半天技术分析 做多做空的那一刹那你的依据是什么 你是靠你的判断吗对不对 那我请问你人的判断 有没有问题啊 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今天大家身体健康去看医生 有一个医生说 医术很好神医 但是很简单 他帮你量血压 不用血压剂 他不用血压剂 你敢给他看病吗 他帮你量血糖 不用血糖剂哦 他完全是要凭他的神功 对不对 今天很简单嘛 不管医生医术再好 再精湛 再几十年的好的医生 你帮病人量血压 你就是要老老实实的使用血压剂 你要用专业的工具 专业的医疗器材 你这样才有明确的答案吗 人是会犯错的 所以张老师告诉你 除了专业的依据 专业的策略 最重要专业的工具 你有没有 你没有专业的工具 我跟你讲 你来股市买多买空 说穿了你都是用拆用赌吗 就为什么绝大部分 百分之八十九十以上 投资人来到股市 几乎是赔的最后一塌糊涂 满手套牢 做期货那是赔的更惨 因为你始终没有依赖 专业的工具 你没有这个好的习惯 你没有这样的一个工具 所以你不管做多做空 我讲白了 你就是在猜在赌 靠人的判断 十赌九输 答案就这么简单 好我请问全国同学 好好思考一下 台股从二月份的 一万八千三百多点 当时我问你 哪个老师敢跟你讲 大盘转空破底 谁敢呢 当时大涨了七百点 那我请问你们 你从一万八千三百多点 你一路从二月份 一路做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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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跌到一千一万六千多点 大跌一千六百点 你有多少钱你都赔光 是不是这样子 那三月份跌到一万六千多点 三月八号妇女爵当天 跌到一万六千七百多点 那我又问你了 跌了一千八百点 你敢做多吗 你敢吗 跌了一千八百点 你敢做多吗 你有专业的依据吗 你的专业的工具 有告诉你要翻多吗 有吗 你不敢做多 你一路放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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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今天你又惨赔了一千点 所以为什么散户 说穿了就是看涨做多 结果产赔大跌一千六百点 看到崩盘大跌 赶快放空卖股票 到今天又大涨了一千点 你怎么会赚钱呢 你每次都靠眼睛靠感觉 讲白了就是看到大涨 想做多嘛 看到大跌想放空想逃命嘛 所以刚好两面挨过 所以多少投资人 从二月份以来 做多产赔一千六百点 放空产赔一千点 多少人从二月份以来 已经赔了快三千点 所以散户为什么赔钱 答案就很简单 好张老师告诉你 我们怎么做 我们的专业的工具 是怎么带投资人做的 来请问同学 我讲大户AI城市嘛 你必须要有大户筹码嘛 那由大户筹码 大户AI城市 有血压计 有血糖计来计算血压 血糖计计算血糖 大户AI城市来计算大户筹码 这样你懂吗 那有明确的多空讯号 不要不要不要你去预设立场 不要你看多看空 更不要你去拆不要赌嘛 说穿了操作就是一个很轻松的事情 我问你量血压难不难 现在有人量血压会觉得很难吗 啊 是不是 那古时候量血压 你告诉我难不难 很痛苦啊 量了一辈子你也不知道血压 对不对 医生 这个医生讲护士讲谁讲的算 但现在量血压不到一分钟 每个人排队量出来 你会去问医生吗 你问医生说准不准吗 是不是 现在量血压你会问医生 你看我血压多少吗 不会嘛 所以今天告诉你 当你有专业的工具的时候 一切的多空讯号是很简单的 那你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怎么样 你就是傻傻的 你懂不懂 你就当一个傻瓜 跟着大物筹码 跟着AI城市 你就去SOP执行操作 大物筹码转多 你就乖乖的做多 大物筹码转空 你就乖乖的放空 你就等着拿钱嘛 就这样而已嘛 那指数操作再给一个大家观念 你掌握波动啊 一天五十点 一个月二十天就好了 一天五十点 一个月二十天 是不是千点 是不是千点 千点获利 获利就是二十万 你就是本金翻倍嘛 指数赚钱那么难 所以你观念要正确 你的多空是要有专业的工具 专业的依据嘛 要AI城市大物筹码嘛 你没有专业的工具 你做指数多空 讲白的你就是用赌的用拆的 用赌用拆的下场不啰嗦 十赌九输 你保证赔一塌糊涂 你不信试试看 哈哈哈 对不对 所以张老师告诉你 这个操作是很简单的东西 大物筹码定多空啊 那大物筹码永远比你早知道嘛 对不对 你不要事后在那边拆大小啊 对不对 大物筹码 你掌握大物筹码 跟紧大物筹码 获利是什么 获利只是一个专业的结果 这样你听得懂吗 获利是一个专业的结果 你想赚钱你就跟紧专业 跟紧大物筹码 你没有大物筹码 你没有专业工具 你每天想赚钱 那你是痴人说梦话 你不可能赚钱的 了不起偶尔让你一次赚一次 然后赔了一塌糊涂 我这样讲你懂吗 所以张老师跟你所讲的话 都是四十年的心学 你慢慢听好不好 慢慢学下去 那指数的话 我讲掌握千点的波动 你就是创造倍数的获利 所以赚一倍难不难 你指数掌握到千点 自然而然赚一倍 你知不知道 这个观念你都要弄清楚 来我们看一下 二月份我刚跟你讲 涨到一万八千三百多点 对不对 二月份涨到一万八千三百多点 当时全市场都跟你讲 上看一万九上看两万 很多外资都上看两万 为什么他会讲这个话 很简单吗 因为那时候涨了七百点 懂不懂 所以告诉你 人最可悲就是 人就是看涨喊涨 看跌喊跌 懂不懂 人是靠靠靠靠这个过去来来来来 来影响他的未来 对不对 那当时大涨七百点 多少专家 这个外资法人跟你讲 上看一万九两万 那我们当时讲什么 邱同学 你自己好好想一想 当时奈斯大也大涨 台股涨到一万八千三百多点 二月份 我们跟大家报告什么 筹码怎样 很抱歉转空啊 涨了七百点 只有张老师大涨筹码 跟你公开预告 筹码转空 既然筹码转空 这个行情还要向下的两个字破底 你听得懂吗 一万八千三警告你筹码转空 要向下破底 亲眼看一下 有没有破 一万八有没有破 一万七有没有破 跌到一万六千七百点 你就知道张老师专业 大涨筹码是不是永远比你早知道 好 那要怎么做 来亲眼看一下 当时告诉你 尤其科技股一切反弹 逃命放空 你听得懂吗 一万八千多点 告诉你一切反弹 二月份又谈到一万八千三 一切反弹逃命放空 因为还会破底 就跌到一万六千六百点 有没有一千点 有没有让你赚一千点吗 自己讲啊 你看我二月十七号 当天台子在一八三三零 你看我们当天发给全国同学 一八三二零赶快放空啊 张老师你发疯了 啊 涨到一万八千多点 叫我放空 为什么 我已经告诉你了嘛 反弹逃命 你不空 你要干什么 所以你看得懂吗 你听得懂吗 啊 来 三月三号当天也很有意思啊 哎 强谈四百点 大涨四百点 你敢空吗 啊 大部筹码跟你讲什么 一七九三二 再空哦 来 亲眼看一下三月三号 九点三十六分 台子压令 一七九四零 冯高 反手 再放空操作 啊 为什么 都讲得很清楚 一切反弹都是空 没错吧 三月四号 一七七六七 还是空 啊 结果呢 三月八号妇女节 跌到一万六千六百多点了 哎 有没有一千点 同学回答我啊 一千八百点一口三十几万 赚钱很难吗 这一千多点你有没有赚到 没有赚到打屁股 没有赚到你就是没有专业嘛 你没有专业 当然凭什么赚到 对不对 你不靠专业 你当然产赔啊 很多人这次下来赔一千多点 好 更精彩的 更精彩的 到了三月八号啊 大家亲眼看到啊 对吧 掌握前点波动 创造备数活力 到了三月八号当天 是不是崩盘 是不是破底 台股跌了一千八百点呢 我问你三月八号你敢做多吗 你敢不敢吗 崩了一千八百点 你敢做多吗 哎呦前面跌了一千八百点 后面搞不好又跌一千八百点 对不对 跌一千八百点 谁敢做多 举手啊 做多你绝对是疯子 对不对 来你亲眼看一下 三月八号这是张大文哦 收盘一点十分 我发给全国同学的讯息哦 大文城市开始翻多了哦 台子一六七二零 一六七四五附近 逢低干什么 买多的同学 当年收盘一六七零二 哎呀张老师你你是气笑的哦 崩了一千八百点 你带我做多吗 同学啊 跌了一千八百点 我带你做多吗 啊 当天我觉得我也是有点发疯 我也怕要死 跌一千八百点 你害怕 你以为我不害怕 啊 你的心脏是肉做的 我怎么 我是铁做的吗 我也肉做的 你怕死 我也怕死 但是跌了一千八百点 当天我为什么要做多 同学 答案在这里啊 所以你不要以为张老师发疯 哎 你不要以为张老师怎么那么勇敢的 一千八百点 哇张老师你好勇敢 你好厉害 你敢做多 你当我什么 你当我神风特工队啊 啊 我又不是神风特工队啊 但当天跌了一千八百点 我为什么要做多 答案在这里嘛 大五筹码一六七十五 他就翻多了嘛 我也很头痛哎 哎呀 跌了一千八百点 你怎么好死不死翻多 我是没人家装啊 啊 你怕我也怕 但是我比你好的是 我有依据 我有血压计 我有血糖计嘛 跌了一千八百点 你不敢做多 因为你是人嘛 You are human being You understand 你是人 你也害怕呢 你也害怕呢 你怕我也怕 但是你没有专业的依据 你没有血糖计 你没有血压计 我有嘛 那既然我有 我能跟你跟你胡说八道吗 我能跟你一起害怕吗 所以跌了一千八百点 你害怕 我也害怕 但当天我为什么要做多 因为大欧筹码翻多 必须SOP执行操作嘛 这样你懂了吧 所以赵老师跟你不一样地方 四十年了 我的专业当然比你多很多 但是最重要的 我有专业的依据 我有好的血压计 好的血糖计 所以今天一个好的医生 没有血压计 血糖计 你不要帮病人看病了 你说你医术多少都骗鬼了 你血压也搞不清楚 高血压低血压 把人家弄错了 你不都害死人了 所以答案很简单 三月八号崩了一千八百点 你害怕我也害怕 但是我必须做多 我必须带领全国同学做多 我必须负取这个责任 因为专业大物筹码翻多 好吧 那三月十五号更精彩了 一开盘又大跌了三百点 三月十五号大跌三百点 我又叫我的全国同学去做多 1687090 张老师你是嘻笑的 你是发疯了 没办法 因为当天大物筹码 16875他就是翻多 所以我必须咬的牙告诉你 赶快做多 赶快做多 上礼拜三月十八号又跌了一百多点 17316他又翻多了 那我怎么办 我当然叫你做多 所以17315赶快做多 赶快做多 昨天一早又大跌了百点 又大跌了百点 昨天跟大全国同学报告 17480又翻多了 怎么办 所以昨天一早9点18分 17480附近还是要做多啊 因为大物筹码还在多啊 这就是专业的工具 昨天到了十点多还跌到17478 你通通买得到啊 那请你告诉我啊 从3月8号 对不对 这个这个这个 17177453月15号16875 上礼拜三月18号17316还是做多 昨天17480还是做多 麻烦你告诉我 今天让你赚了多少点 有没有1000点 你不要说我厉害啊 你不要说我厉害 这跟我无关 这我完全是血压剧 血糖剧的功能 专业的工具 所以你没有专业工具 这1000点赚得到吗 不要骗人了啦 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为什么我们从16720 875316 甚至昨天480还是做多 还是告诉你发抠讯 叫你买多 因为大物筹码一路多 很简单 今天有没有1000点送给你 好精彩的又来了 今天大涨1000点了啊 对不对 整整波段大涨了1000点了 掌握千点 是不是轻轻松松 倍速获利啊 那大涨了千点之后 该如何操作 全国同学 你有没有思考这个问题 你不要说大涨1000点 又上看又上看一万九两万了 你不要又来 又来这种这种神经 神经病的操作 那大物筹码涨了千点 何时何时会转空 你有没有思考这个问题 你有没有思考这个问题 台子涨了1000点了 反弹的转空点在哪里 你有没有思考这个问题 从二月份18300 我带你一路放空 是不是跌了1800点 那从三月份 从16000多点 一路做多 到今天涨了17000 涨了又涨了1000点 来 现在来到这里 17000 刚好面临上档了什么 整个套牢的卖牙 所以涨了1000点之后 要怎么思考这个问题 大盘何时转空 来 全部同学不啰嗦 昨天大物筹码怎么带你操作的 昨天怎么操作的 看一下啊 昨天大跌百点 跟你讲17480翻多 没错吧 昨天9点18分 17480翻多 没错吧 今天一开盘 是不是光昨天 17480翻多 今天就送你250点了 一口就五万了 两口五口25万了 好 今天对不对 一早大涨了200多点 颇断大涨了1000点了 怎么操作 今天大物筹码怎么操作 全国同学自己看一下 昨天17480翻多 大涨200多点 今天涨上11点钟 涨到17735 大物筹码发生什么事啊 由红转绿 红转绿放空就对了 来亲眼看一下 10点56 台子在17730附近 17730附近 反手放空操作 张老师你是嘻笑 涨了1000点 要带我放空吗 我没有嘻笑 大物筹码转空 来亲眼看一下 我们10点56 17730放空 到了11点钟 还在17731 来你告诉我 精彩的时刻来了 过了一个钟头 两个钟头 下沙17610 张老师大涨了 哇1000点叫我放空 昨天到今天 大涨200多点叫我放空 没有错 大物筹码带你放空 不是我带你放空 一空下来今天 轻轻松松120点 一口两万多 同学 昨天480翻多 250点 今天17730转空 120点 麻烦你换回答我 有没有50点 50点 一天50点 一个月千点 那昨天翻多 250点 今天早上放空 120点 多空两趟 375点 赚钱很难吗 你赚得到吗 你回答我 今天早上 你敢放空吗 涨了快1000点 你敢放空吗 你不敢 我也不敢 但是大物筹码转空 我不跟你客气 空下来我们就是拿钱 100多点 恭喜全国同学 昨天翻多250点 今天早上放空120点 对不对 今天尾盘一个小短多 又强谈了五六十点 对不对 赚钱都不难 掌握大物筹码 获利它只是一个结果 就这样子吗 这是因果关系吗 你有专业的工具 你必然获利吗 必然成为赢家吗 你没有专业的工具 每天用拆的又堵的 你的因果的关系 最后搞得你请家荡产 乱赔 赔了一塌糊涂吗 所以台子大涨千点之后 应该如何如何如何操作 大物筹码 何时转空 何时转空 今天立刻拨电话进来 台子齐接下来 大涨千点之后的 反弹转空架在哪里 全国同学 立刻立刻立刻拨电话进来 反弹转空架 大物筹码 AI城市 02 239 23988 239 23988 台股大涨 台子齐大涨千点之后 反弹转空架 今天务必拨电话进来 把专业的工具带回去 拨电话进来 共襄盛举 本公司以往前期效不保险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件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控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实险评估并自付投资风险